如果你今天有 400 千的预算要买台 SUV 的话 你已经可以看这个欧系的豪华重大型 SUV 了 人生成功的象征了哈 有这个性价比很高的 Volvo XC90 然后还有这个身份的象征 同样又很酷炫的 Mercedes-Benz G1 以及长得很霸气 有品味 同时都带给你绝佳的驾驶乐趣的 今天的主角 最新的 BMW X5 今天就让我小明来和大家探索一下 400 千的预算 为什么你要选择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能你们不知道 BMW X5 其实算是都会 SUV 的鼻祖 也是祖先啦 早在 1998 年 BMW 就推出了第一代的 X5 在当时啊 所谓的这个 SUV 其实都是使用皮卡或者是卡车的底盘打造的高车 而这个第一代的 X5 就很突破性的使用了轿车的整合式车身底盘 搭配全14区系统之下呢 也让它有更好的操控性 舒适性 以及高级性 也因此直到如今 BMW 都还是把旗下的 X5 啊 X3 啊 X1 这些车型称为 Sport Activity Vehicle SAV 而不是 SUV 就是要告诉你们 我们的高车比较 Sport 比较好开 第一代的 X5 是经典 那第二代车型来到我们这里也是经典 因为很好卖 主要是因为便宜啦 因为当时有这个税务游会的政策的关系 让它不到40万零级就能买到了 比当时的这个 Volvo XT90 T8 还要更便宜 又是 BMW 又 Full Spec 不香嘛 不过来到了这个新一代的 X5 呢 这个性价比的优势就没有了 它这回比上一代的车型还要贵了一个5万8 相比起顶级的 XT90 也是贵了一个接近5万令吉 不过 有得必有失 它这回就多了 宝马 BMW 的精髓 是什么呢 我待会再告诉你们 我们先来看看这台车的外形 我国的 X5 X-Drive 45E 是有导入这个 M Aerodynamic Package 套件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保险感呢 是比较 Sporty 比较好看一点啦 那头灯主方面虽然没有这个 Laser Light 大灯 可是这个主动式的 LED 头灯也不错哦 而且还具备这个 Selective Beam 动态高灯功能 也就是会自己去闪避这个对象来车啦 至于这个齐天大胜的部分 它相比起上一代车型是大了 真的是很多 有没有比我的头大 那这个双胜水箱护罩呢 它其实是具备 Active Grill 也就是那个会自动开关的扇子功能的 当它需要更好的 Aerodynamic 时候 它就会自己关掉 而当它需要更好的冷却效果的时候 它就会打开来提升这个散热的表现 不过我注意到这台试驾车哦 它有这个 Carbon Fiber 4 板 很漂亮 新一代 X5 它是基于 BMW 最新的 G4 代 CLAR 模组化品牌打造而成 基本上和这个 G20 世代的 3 系列 还有 G30 世代的 5 系列是一样的 也因此和它们一样 这台车它的身形是有所增长的 但是其实这台车整体的这个 Size 和同级的 Mercedes-Benz GLE 还有这个 Volvo XC90 是相差无几的 只不过在设计的部分呢 这一个新一代 X5 相比起上一代车型整个就更加有张力 肌肉感了不少 也让这一台车长接近 5 米的大型 SUV 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巨大 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你觉得呢? 车位有部分是我觉得这个新一代 X5 和上一代 X5 相比 变漂亮最多的一个地方 这个最新的 BMW 尾灯组设计呢 真的是让这台车的颜值大大加分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这个双边单处的排气围观设计 因为是真的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尾箱容量 那这样贵的车当然是有这个交替式开启和关闭的操作的 只不过这台车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这个尾门 是有分 上下这样子分开的 我觉得在这个比较紧闭的空间的时候啊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就比较好啦 就不需要更大的空间 而且 Range Rover 这个 Rolls-Royce 同款哦 那这个 Hybrid 版本的 X5 呢 因为多了电池组的关系 所以它的尾箱容量只有 500 公升 比起普通版的是少了个 150 公升 不过我这样子再看之下 其实它的这个空间 还是相当的够用的 那如果你还是不足够的话呢 前方的这个后座座椅 是有这个 424 倾倒的功能的 所以进一步把这个空间加大 同时这台车 它在这边还有一个 Button 当你觉得这个高度太高的话 你只要按下这个它就会自行下降 其实这台车的这个前后避震 都是一个 Air Suspension 气动避震 能够上升 40mm 下降 40mm 总共的这个调整高度 是达到了 8cm 那么的多 这台车其实是有三巴锁 不过不是那个 Opera 三巴锁啦 而是三把钥匙 像是这个普通的 BMW 钥匙 还有这个非常酷 科技感十足的电子钥匙 基本上你就好像玩手机这样啊 滑动解锁 然后可以操控不同的功能 包括这个悬吊的高低 你可以通过这边来做这个 Adjustment 第三把不是普通钥匙 Like Hotel Key 钥匙房卡 那只要你手握上这些钥匙 当你走靠近车子的时候 其实是蛮有仪式感的 首先这个大灯会启动 欢迎你 然后再走靠近一点 车子就会自动解锁 那我再走开的话 车子又会自动上锁 然后我再走进来 它就会解锁 那我注意到这个 Side Mirror Carbor Fiber 材质 很漂亮 在内装部分 其实这台车 整体是相当的豪华 Premium 然后科技感也是有啦 就有 Screen 然后就连空调出风口 这边都有一个 Screen 然后整体的这个质感上呢 也是很丰富 就有皮革 缝线处理 还有不同的这个 4 板 搭配这些 4 件 整体的那个效果是很好的 不过在视觉上的呈现啊 同级的 XC90 就有这个在家的奢华杠 具有酷炫 那这个 X5 全家一样的这个 Family Dashboard Hashtag We are Family 然后外面有这个满满的 Carbon Fiber 但里面却给你这个 深色的桃目 不过有一点我想承担的就是 这一台车这回它的这个组装品质 哇是非常的 Solid 所以这个和以往的 BMW 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在座椅部分 这一台 X5 啊 也就是一贯的这个 BMW 风格 就所有的这个支撑设计呢 都是非常的到位 包括坐姿方面 我觉得这个坐姿呢 是我目前做过 SUV 里面 最好的其中一台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这个腰靠设计 它非常的到位 而且你还可以电动调整 它的这个大小 来应付不同的这个身形 最后就是 BMW 车款 一贯都有的这个 腿拖了 你还能向前向后调整 不过是手动的啦 在后座的部分呢 因为这台车它的轴距 是比其他对手还要短的 那这方面呢 就体现在这个腿部空间了啦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还OK 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的身高 168cm 啦 170 啦 So 这边有一个大概 三个圈头这样的距离 我个人是觉得OK的 就身形比较高大的朋友们 可能你们坐的话 嗯 应该也不会拘处 只是这个 screen 它稍微有点太下了 可能会有点顶脚 翘脚的话是有点麻烦啦 但 你总不可能每天都会翘脚 对不对 但是这台车有点必须称赞的 就是它的这个后座的支撑性 我觉得非常的到位 包括这个椅垫它的这个长度呢 是刚刚好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腿是完美的被支撑着的 然后它的这个高度也是很对 所以整个就很对位的感觉 我是整个很舒服的 坐在这个椅垫上方的 然后这个椅背呢 虽然说它没有这个 多段式的调整 就是一个angle 而已 这样子 可是这个angle 刚刚好 加上它在这个椅背这边 是有这个腰脱的支撑的 就算是做长途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 我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躺着 还有这个 Headrest 支撑 我觉得这个 支撑性是非常的到位的 我做长途我也不会累 我睡觉都好 它也是一个很舒服的position 这个 design good 然后就是这个全景天窗了 同级对手都有的 所以它也一定要有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天窗好像 似乎比较大了一点 让整个空间感的呈现 非常非常的棒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这台车蛮特别的 就是它是少数 O-C 车款 后车窗 可以完全下降到晚的 后座的配备其实也是相当的奢华 就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空调出风口的设计 然后不只是这里哦 B-Pillar 这里也是有 所以基本上你是有两边的风吹着你的 然后这个空调它是一个四驱恒温空调系统 也就是说 你左边跟右边都能独立控制这个温度 还有风量啊 还有这个风向 你要从上面还是从下面来等等等等的 然后我注意到的一点是 虽然说这是一台全区的SUV 可是它中间的这个枢纽 其实相当的平整 就flat floor 啦 所以我坐过来中间的话 诶 其实还挺OK的 只是这边支撑可能稍微不足一点 然后椅背硬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如果坐长途的话 这个位置是OK的 但是这台车 后座最大的亮点 还是我国版本的这个X5 它是标配的这个 10.2 吋的 touch screen 然后两边都有啦 那其实这是一个相当 后座买家的设计来的 就是你透过这个 touch screen 你能控制你要听什么歌啊 然后就连这个 sound setting 都可以从这里去做这个调整 然后你还可以set这个导航 以及你车子的设定啦 好像这个灯光啊 空调啊 这些的调整 全部都能透过这里来实现 那基本上这个 screen 就有点像 AirAsia 的那个 monitor 这样子啦 你就可以看你飞去哪里 但是很可惜的是 它并不支援这个影片的播放 就是你不能看YouTube 不能看我们的影片 不过我注意到相当特别的是 这台车在后面居然有这个 Blu-ray 的这个 display 也就是说 你是可以放 DVD 的 那我可能我就烧一张 DVD 给你们看啦 要不要 But anyway 还是要讲一下它的这个 features 啦 像是这个 顶级的 12.3 吋全液金仪表盘 以及这个 Live Cockpit Professional 也就是最新的这个 iDrive 7.0 多媒体 资讯娱乐系统啦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过版本的这个 X5 呢 它并不支援这个 Apple CarPlay 手机互联工 不是不支援 是你要另外 加钱选购 就这样贵的车了 这样美的这些东西了 你不给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更酷的还是这个 360 度全景摄像系统 首先我这样子转 这个镜头也会跟着转 然后 但是我去靠近一些障碍物的话呢 它的这个镜头会自动去切换 就换成这样子的一个镜头 就是会 focus on 你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智能 但是更厉害的还有这个东西 3D View 你只需要透过这个三个手指 这样子的手指 这样子的手指 你就能够刷 看你的车子的周围 非常的智能 不过我觉得最厉害的还是这个 Reversing Assistant 功能 你打一个勾勾 然后你就开始往前走啦 所以还会记录一个15米的 你所有的这个驾驶路线 包括你所有做的这些动作呢 它都会记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 类似你可能来到了一个死路 然后你可能不敢推车 你只需要 打阿达 然后点点油门 那它就会完美 Reverse Back 刚才你所做的所有动作 轻轻轻轻 轻轻轻轻 掌声咕哩咕哩 厉害嘞 我这个时候只需要控制这个刹车踏板 OK 慢慢退车 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很喜欢它这个电动调整的方向盘 那这台车其实是有标配 14颗喇叭 464W 的 Harmon Carden 环绕音响系统 而且还自带这个Surround 的功能 我刚才讲的精锥 就在这里了 很多人讲买宝马 就要买它的直六 今天 它来了 我国的X5 X-Drive F45E 搭载的是 BMW 招牌的B58 3.0L 直列六缸涡轮 这辆引擎 M340i 同款 Supra 同款 不过来到这台家庭 SUV 身上 它的最大马力只有 286 PS 而风车流力则是 450 Nm 但是 这台车的引擎 还有它的 ZF 的巴速 自排变速箱之间 是多了一具电动马达 加上这个马达以后 让它的综合输出达到了 394 PS 和 600 Nm 比 M340i 还有 Supra 还要高哦 这也让这台重达 2.5 吨 用有 X-Drive 全驱系统的大胖子 0-100 加速只需要 5.6 秒 级速则是高达 235 km per hour 我真的太喜欢这台车的这个座子了 它就是有那种 居高零下 东西都看得很远的感觉 有种霸气 可是同时呢 你开起来又会觉得 它重心又够低哦 开起来又有种普通车的感觉 不会有那种 一般上我们开很高的 弄 SUV 摇摆不定啊 重心高的感觉 以往我对这个 PHEV 其实就觉得 这个东西是有点废啦 因为以前 续航里程是大概二三十公里 这样子 可是你真正走起来啊 可能你用到一个十多公里 二十公里这样子就没有电了 但是随着这个 技术的不断进步呢 现在的 PHEV 一般上真正是可以做到 开一个三到四十公里 而这一台 X-Drive 451 更是可以达到一个 七十多公里的续航里程 而我在这几天这样试驾下来 其实还真的是可以做到 这样的一个成绩的 我觉得七十多公里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已经是完全足以应付一般的 这个通行需求了 你基本上是来回都可以 cover 到啦 除非你真的是住很远 也就是说如果你日常开的话 你也是有可能做到 完全没有用到汽油的哦 长期下来绝对是可以 省下一笔不少的这个油钱啊 而且重点是 纯电驾驶它有一个好处 它真的是很近的 我在开着这台车 我能够听到的就只有 微微的这个空调的声音 唯一比较可以挑剔的地方就是 它这个胎罩稍微低下而已 那是因为这整台车太近了 所以这个丝毫的胎罩声就 很明显的被放大了 重点是这台车还是用着这个 Run Flat 轮胎 大家都知道Run Flat 其实是会比较超的 所以我觉得 BMW 在这个新一代的X5的隔音身上 已经是做了下了很多的功夫 因为整体的MVH真的是太好 尤其是这个六缸引擎 它的这个运转的细腻程度 那种精致感是四缸不用比的 这个差别就有点像你开三缸的车和四缸的 那个差别这个六缸真的是太爽了 OK 这个前方混转已经它有及时响起了 它的这个马达和引擎的衔接呢 我其实是几乎感受不到的 然后动力方面呢也是非常的粘密 因为现在基本上也是开不快的 很细致 然后动力方面也是 基本上就是随从随到啦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 很大原因可以归功于ZF的这一具8速自排变速箱 它的这个逻辑啊 再搭配这一具3.0的L6 默轮这辆引擎呢 真的是天一无风 我觉得BMW 调教这个ZF 真的是已经到了如果准确的地步了 整体是非常的平顺 然后当我要更多动力的时候 它也是那个力马上就来 马上降档 反应非常的快 所以会让我有一种感觉是开这台车 我真的是得行应手 但是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还是这么大台的一台车 我现在开着它我死毫感受不到任何的笨重感 因为它的这个方向盘 在这个normal驾驶模式之下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轻盈的 在维持日常驾驶的便利性方便性的同时啦 这个轻轻的方向盘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回馈 一定的这个路感 真的是有宝马的精神 这样的一个调教也让我觉得 哇!在市区开着这台车 我会感觉到累 我甚至还感受到一定的这个 feedback 就是 乐趣 这会是一台我想要日常开 平常这样待步的一台车 因为它开起来真的不boring 还有就是我必须称赞的 就是它的这个 抬头显示器 它够高清 很清晰 又是彩色 而且它显示的这个 功能也很多 角度又刚刚好 所以这个日常的驾驶便利性 是有真正的帮助的 而且它还有道路标志识别控 就是这里的speed limit 它会完美的显示在这个 台头显示器身上 我的眼睛基本上是 不需要离开这个挡风筋 离开这个马路 不需要看这个面子 哇!现在走在这个 Woochong Chip KJ6 最出名的烂路 的时候了 这个AA Suspension 空气悬调 它真的是完美 过你所有的水阵 而且它在过这种 波浪型的路的时候 它的这个行程 它回冲 它用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就是马上这样子tub一下 把那些震动多余的摆动 全部吸收掉 所以尽管这台设计 它的这个 身高是很高一下啦 然后零件性也蛮高的 可是我在高速经过这些烂路的时候 我并不有太多的这个多余的摆动 因为 一震很快的就把它吸收掉 这个条件很好 往前放一个斜坡 我稍微拆一拆油 感觉好好 这也不仅让我感到很期待 高速行程 它会是如何 哇!我真的太喜欢 Hybrid 车了 普通这样子开的时候 它真的是 很宁静 然后又很柔顺 然后没有热量的震动 重点是它还有这个Incent Talk 而且这个切换引擎跟马达的切换 其实真的是不明显 完全没有任何的震动之类的 所以我现在就上到高速公路了 是时候试试下这台车的性能很伸手了 首先我要先切换这个Sport模式 因为在切换到这个Sport模式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它的这个悬吊其实是有进入降低一格的 它这边是有这个显示的 所以OK 然后我也瞬间感受到 整个体态动态感觉有点不同了 这个比这边的比较硬朗了 加速方面 哇!也是比较激进了一点点 哇!这个声浪 OMG 刚才过这个 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是我开过这种中大型炮坏SUV当中 比正处理最到位的一台 然后过这个弯的时候啊 车回车路向也非常的好 丝毫没有笨种感 我甚至有点 有种灵活的感觉 哇!这个六缸 哇!这个六缸 这个加速有点变态 我 它2.5吨吗? 我不觉得欸 而且这个六缸的声浪 听听看 我觉得这个3.0六缸真的是换得好 这种饱满澎湃 然后整个很浑厚的感觉啊 是2.04缸给不到的 而且一直在听着声浪 OMG 我觉得这个声浪呢 就有点像我和肖镜头一起表高音了 就是给我表道啦 那我们那个是煞机身 然后肖镜头啊 就是这个啦 六缸 人生中真的要有一台六缸以上的引擎 OMG 哇!它的这个刹车也是很好 很经常的BMW啊 就是 你会很有信心的停下来 然后重点是我其实是有感受到 灰虫动作的 因为它是Hybrid 但是它并没有像Vovo的那个 刹车它般的突破 它是很有信心的 然后整台车这样子点压下来的 这个驾驶 我觉得这个底盘真的是有点太不可学了 2.5吨的一台车 然后这么高这么大 已经是它的大方子了 但是它居然 开起来很灵活的感觉 我甚至觉得它的这个体态 动态是很 很dynamic的 就真的是很灵活 你看我才有过完 哇!这个Astra HG 它的抓地 不错 它在抓地 很咬地的同时哦 它又有一点点那个Vovo的定位 我觉得这个Sport Pro 直下呢 它可能是比较偏向后续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车位呢 是比较顽皮一点 对 比较多这个 Movement Oh My God 太好开了 而且在高速行驶之下呢 异常的稳定 我觉得这个 底盘 这个悬调 调就非常非常的到位 它在维持一定的舒适性的时候 像刚才 日常开的时候 我在实际驾驶的时候 它很完美的过力随着 那现在我在这个Sport Mode 开高速 它不会因为过软 我相信它的这个力量有变硬了 所以它又可以带给你一定的 稳定性 舒适性 的同时呢 你真的是有一种安定感 但是尽管这具六高呢 是Supra 同款 可是和Supra 那个 非常暴力 一直踢你的那种感觉 很不同 那一个是青少年的那种 很广望的态度 那这台呢 就有一点像M340i一样 它就是那种很绵密 然后缘缘不绝 一直这样子来 一直这样来 然后你在稍微踩 踩大油的时候 它的这个变速箱 也是会有一点点的 kickback 这样子稍微踢你 可是是那种很绅士的 这样子踢的 整个感觉是很不一样啊 在这台车身上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 比较成熟稳重的一个 嗯 yeah gentleman 然后 又好像听说 但需要 实力的时候 它是有的 这样的速度 我居然还能放这么稳 我唯一听到的就是光声 还有六缸的交响乐 这个六缸真的是换得好 四缸的2.0 绝对是给不到这种感觉 怪不得大家都说 宝马的这个六缸引擎 就是精髓 全新的BMW X5 X-Drive 45E 在我国的售价为 $440,745 并且可享有BMW 所提供的5年保固 以及5年的免费保养配套 它在我国的主要对手 有这个颜色相当高的 Volvo XC90 以及和它同一个世代出生的 Mercedes-Benz GLE 这三辆都是CKD本地组装 那价格方面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列表 那同时它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相当特别的对手 那就是来自日本整装进口的Lexus RX 所以什么理由选择它 我觉得这台车在给你足够的豪华奢滑感的同时 又给你足够的舒适以及性能 还有操控表现 加上这个6缸引擎的这个澎湃感 真的是4缸无法比拟的 在带给你丰富的驾驶乐趣的同时呢 日常开它的牙箱又很平顺 要激情有激情要舒服又可以给到你 我觉得这会是我想要买的一台Family SUV 买这么一台车既能追求性能和操控来取悦自己 又同时能够兼顾家人舒适出行 我想这就是X5的定位了 好啦大家觉得这台车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今天的这个世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记得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点击那个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有新影片的话就会马上通知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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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